您好 我是陈海英 欢迎收看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英慢慢说给你听 今天我们要告诉您关于王子的故事 一位咖啡店王子七家店年营业额破亿 上百名歌手都到他的店里去拍MV 这餐厅家装上了钢管 喝咖啡比上夜店还要热闹 另外一位饭店王子张安平 他是孤正福的女婿 首度独家在东森镜头前畅谈 如何把五星级饭店打造成欧洲古堡 而台湾一千零故事的镜头 就独家带您进去 这个欧洲古堡般的饭店一块来瞧瞧 还要带您到埔里 看看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 比赛时指定御用的这种食用玫瑰 另外要前进屏东的神秘部落 寻访传说当中 长在水面上的恶林草原 以及哭泣湖 精彩内容都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而今天一千零一个故事的 第一个主角就是咖啡王子许舒铭 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开咖啡厅 这二十年下来 他开了近二十家的店 每一家店真的都很赚钱 也吸引了上百名的歌手 到他的店里头去拍MV 就连小天王周杰伦跟蔡依林 侯佩曾约会的时候 也到他的咖啡厅去 而最近他即将开张的咖啡厅 还大胆的结合了钢管舞 我们带你一起看看这一位咖啡奇人 这一位咖啡王子许舒铭 这一位咖啡王子许舒铭 刚管架在咖啡厅正中央 喝咖啡也可以这么玩 老板许舒铭真的很穷 这是他开的第七家咖啡厅 所以一定要来一点不一样的 在业界被封为咖啡小王子许舒铭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开咖啡厅 二十个年头过了 现在他的工作还是开咖啡厅 七家风格截然不同的店面 有的七个嗨到像夜店 有的又浪漫到可以求婚 老婆那是你九年了 那希望你能嫁给我 然后共度浪漫一生 你会做牛做马 然后等下你一辈子 拍你一辈子 也可以在沙滩上弹情说爱 许舒铭说他没有办法 打换其他的职业或卖其他的东西 因为他从小只爱咖啡 我必须风雨无阻骑着脚踏车 我那时候住南港 骑着脚踏车去亚历斯 去玻璃炉 为了喝了一杯卡的 一个小男生光头 所以你刚才问我说 为什么我会开咖啡厅 我觉得我天生就喜欢享受 我觉得只要跟享受 可以搭上边的东西 我都很喜欢 身为食品企业家的第二代 许舒铭为了咖啡放弃家族事业 他离家出走 向朋友借了一百万 在师大陆开了他的一家店 只有一位员工 从油漆到装潢 全部自己DIY 那时候斯大陆没人 所以我就请一个欧巴桑帮我出餐 我一个人还要打扫 还要坐吧台 还要陪客人聊天 还蛮好玩的 但是你自己用的 对对 我亲自用枣子去枣 因为我坐在外面看过来 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个不平整的美 会很美 所以我都一直一直一个枣 一个枣 枣得手好痛 我不会木工 我用一个两分板 把它用美工刀把它弄 这里我就用塞豹子 把它塞一塞 用石膏把它弄起来 结果也撑20年 开店第一年 许舒明没赚钱 穷到三餐不济 却死要面子不跟老爸开口 差不多比现在瘦到15公斤 是以上 他说很瘦很瘦很瘦 他都不用睡觉 还好遇到贵人王伟中 在媒体帮他大力宣传 让这家原创味十足的地中海市咖啡厅 一夕爆红 王伟中有一个那种台北之音 他就来访问我 就爆红了 这业绩从三十几万变五十几万变八十几万 还到九十六万 那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突然一个月可以赚五六十万 然后就不得了 所以我后来发觉 当一个老板 你只要对的一直坚持 什么叫对的 就是说一个咖啡厅具备的就是气氛好 东西好 我觉得就会成功 歌神张学友 沐文蔚 许如云等大牌艺人 都到许舒明的店拍MV 就连小天王周杰伦 也分别带蔡依林和侯佩岑 到咖啡厅靠窗座位低调弹心 许舒明卖咖啡卖出心得 新店面一家一家的开 奇怪的是 不管他开在哪里 都会赚钱 你有没有开不起来来咖啡厅吗 没有而已 我没有开不起来来咖啡厅 我真的是东方不败 可是我觉得我比较 可爱的地方就是 我尽力的 独自把事情做到我想要 更扯的是 被封为咖啡小王主的他 自己却不会煮咖啡 也不会做减餐 他说自己只是精神领袖 其他的就交给专业人士 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有特质 跟我们现在总统马英九一样 他也没有当总统的经验 他也是一路一路被骂成长成总统 我也是 当然我觉得我在这一行 我觉得我有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像有些人做夜店 做餐厅是国王 我觉得我是一个小王子 为什么说呢 我不会煮咖啡 对 我不会煮咖啡 我天生就是在 玩乐生活游戏之间 我就把电弄成了 我会煮咖啡 你不再煮咖啡 我吃了 你不再煮咖啡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愿意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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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生意太好 房東把店面收回去被迫關門 但是他關了一家又開一家 一年營業而破億 一路走來沒遇到什麼挫折 只有金融風暴的時候 他的業績少了三成 他乾脆在店裡自修充電 看DVD 整整八個月不出門 我常跟我朋友講 我這個金融風暴 我臥心長等八個月 我做一個很厲害的事 就是我把自己關在四大陸的店 八個月 出不出戶 我把所有日本 大陸韓國台灣 經典的做生意的片子 全部看完 經典的喔 全部把它看完 用八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出門喔 我只要一出門就來店裡 風雨無阻 把它做到天亮五點 過啦 對不對 到後來我依然是王子 為什麼 再想起來 我覺得金融風暴也很可愛 為什麼很可愛 因為我覺得喔 他這一次人為的金融風暴 幫我打敗很多敵人 你知道嗎 很多人 一直要跟我競爭小王子 結果他們都垮了 真好 東眠八個月 小王子又復活了 他砸下千萬在三隻海灘旁 蓋了一座Villa咖啡 一開幕就吸引電視廣告到這裡取景 歡迎主持廣告 歡迎主持廣告 第二就是說 我設計的空間 因為我不是專業科班 我盡量 不行 我就把橋段重打 小王子說 他兩年內要從咖啡界退休 準備進攻飯店界 他要把咖啡王子的精神 複製到觀光飯店 看他信心滿滿的模樣 在許淑米的字典裡頭 似乎沒有失敗的步 看完了咖啡王子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看看飯店王子 2010年是台北的飯店年 因為國際品牌陸續進駐台北 搶食觀光大餅 而其中最受矚目的飯店 不是世界品牌 而是本土台尼姑家的五星級飯店 坐落在台北交酒轉運站的都更地 飯店卻猶如歐式古堡一般 而背後的靈魂人物 就是姑政府的女婿張安平 她首度接受媒體的專訪 帶您看看記者 舒孟蘭 陳一松的獨家採訪 台北市人對後火車戰有個看法 但我需要一個很強的一個東西 把人拉過來 設計師說譚是不是要做一個歐洲的古堡式的飯店 我說不是做一個歐洲式古堡的飯店 而是看起來像是一個古堡變成飯店的飯店 一百年前這塊土地是日據時代的香菸場 一百年後是西壤喧鬧的交酒轉運站 但一扇旋轉門之後 時空彷彿進入另一個世界 巴黎原尺寸巨馬木雕和巨大書櫃 一左一右揭開一場歷史和旅程的故事學 這是台北市新開張的五星級飯店 而他正式打造飯店的主人張安平 我一批馬叫Lady就長這個樣子 也差不多這麼大 他從大概三四歲到這邊來陪伴了二十年 所以他的紫妻尺寸是差不多的 一模一樣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我就說 I have to have this 張安平外界對他既熟悉又陌生 他是嘉尼創辦人張敏玉最小的兒子 也是孤政府小女兒孤懷如的夫婿 他的胎頭一長串 事業版圖從傳統水泥到科技網路和電台 三十多年的商場生涯 洋洋灑灑立下豐功偉業 創辦過中信證券中國家通 在核心集團投資網路電視出現困境時 他接掌後力網狂瀾 被外界稱為最佳救援投手 兩年前台尼孤家接手了中信孤家的觀光事業後 張安平又多了一個飯店執行長的頭銜 用具馬雕像迎賓 自稱客棧主人的張安平 理由是六千多年前 人類迅猶馬匹開始了旅行 才有了旅館 而對面一大片書櫃牆上的 拉丁文PLUS VUTRA 意思是超越極限 這則是向十六世紀版圖遍及美洲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查理武士來致敬 查理武士是第一個日不落國的皇帝 他就要說go further beyond 而不是nothing further beyond 到更遠的地方去 那就是旅行 我們的旅館就是從旅行的開始 到更遠的地方去 那中間就是我們 大發現和探土時代的激情重現之外 水晶燈 西班牙足台 壁爐和青花瓷 歐洲古董進牆 華麗又斑駁 這是東西方美學相互歸映 也是傳統和現代的融合交錯 接待大廳的鏡面上印了十二款錢幣 從人類第一款里迪亞王國貨幣 到軍事坦丁大帝 以及現金的美元 更是竄起人類千百年的文明眼鏡 這個是回教的 阿特曼的貨幣 這個是拿破崙的 拿破崙時代的貨幣 商務旅館一定跟錢有關係 可是錢的我又不願意太通俗 就是把錢選了以後 他就是這十二個錢幣 代表了世界人民史上 這個所有的歷史在這裡面 我們中國的唯一的 請辦了 而另一個角落 是凱撒大帝為埃及豔後 帶上皇冠的古董地毯 一旁還有現今英文聖經的飯本 張英平的飯店 就像一座深不可測的古堡 隨處是歷史 每個轉角都有故事 很多地方的旅遊 你是要看的是一些歷史 一些故事 可是金站這個地方是全新的 它是沒有歷史沒有故事 可是到住任何個地方 有歷史有故事 才不會膩 十六盞華麗水晶燈 和三萬六千片銅箔營造的宴會廳 靈感來自及古典美學大臣的巴黎歌劇院 正覺得一切光亮 今必輝煌猶如宮廷盛宴時 張安平卻在門口掛著岳父 姑政府的親筆墨寶 宴會廳的取名 也取自姑公亮的亮 和妻子姑懷如的懷字 因為對張安平來說 不只是打造一間飯店 更是創造家的感覺 1974年開始做事 到今年三四六七年的事情 可是做飯店在過去兩年 是唯一我內人 可以跟我去共識的地方 我別的地方 我們 他好像就沒有那麼喜歡 而有了這個行業 他也很跟我一起投入 所以說我們兩個花在一起的時間很多 更可以深一步的更 appreciate 我們已經結婚三十年了 這段時間真的很好 然後陸陸去看自己的東西慢慢出來 然後 discussion 其實他的細節比我還多 他比我戲多了 我是比較粗獷的一個人 他比我戲 所以感覺這就是你們 另一個愛的階級 就這樣講當然也是可以 這有點肉麻就是 這有點肉麻就是 片子可以換的 這是你從哪裡找到的門房 這邊坐 這邊坐 很可愛喔 對 很可愛 很可愛 因此懷舊音樂盒 嘉世德拍來的漢馬 古董西洋棋 法國家庭的舊式屏風 甚至超現代 要價近一萬美金的健身器材 每一件都是張安平 孤懷如夫妻一點一滴的收藏 其實這很多書 這是我自己的書 像我那個大案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畫案 這個呢 這個大的畫案 就是人家大畫的時候 常用 這當然不是 普通是木頭啦 我沒有石頭做的 用古代畫案當櫃台 或以鼻煙壺造型做客房用品 也都是夫妻兩人的巧思用心 人說富過三代才懂吃穿 沒有深厚文化蘊涵 無法彰顯美感格調 外界看張安平 是含著金湯池出身的第二代 或是鹹熟財物的成功企業家 但認識張安平的人都知道 他心中最愛的 其實是看書和寫詩 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想讀的史歷史文學 只是說我沒有去讀吧 我不是做生意的人 也不是做科技的人 更不是做財務的人 其實我喜歡的 是歷史文學 這就是 也是我自己編的 When with rain the floods of flourishes the land it nourishes it stops as I along as I absorbs as I it goes as I but look the iv grows on the warm red brick it is the pattern that matters 從小無書不看的張安平 中學時期被送到美國 15歲開始寫 文詩 70年代返回台灣工作後 也開始研讀中文詩詞 在一個應酬裡面 有人要我唱歌 我不會唱歌 所以說我就寫一首詩給他 就把他截掉這個事情 五光十色浮華庫 粉蝶黃鷹杜康釀 嘻笑花香飄滿堂 勸君把背進春走 不想千里馬與愁 只求民憨忘世愁 這首東西是我放到我的 我的辦公室做杯子上的 春夢秋雲煙一旅 世情虛名清無風 心無拘謹筆無誠 笑人不解我狂耳 那是有點狂的時候寫的事 二十多年來 創作了一千五百多首中文詩 張安平集結成策 用自己另一個名字做人 和懷如的名字 出了本懷人詩詐 因為很多詩 都是寫給捷離三十年的心愛老婆 他的作品很多 花初歲其實是民國八十四年的作品 所以他從認識我開始 其實我就一直斷斷斷斷斷斷 收到他寫的詩 他剛開始不是很喜歡 不大會用什麼 比較常用的一些字 OK 那三個字我幾乎不大用 我還不會講說 我想你我愛你 我幾乎都不用 所以他覺得 好像一個男女之間心 好像那個 其實他不了解的是 他是最重的 因為他是跟我在我旁邊 他一個抽屜 是我去寫他的東西 張安平的飯店開幕每一個月 周杰倫的新歌MV 就選在這裡拍攝 國際精品發表會 政商名流巨星也齊來朝聖 張安平在觀光飯店業的五星戰役 耀眼風光 但有人估計 飯店造價數億新台幣 質疑這位台務高手 真的能靠飯店賺到錢嗎 基本上是個經濟體 他必須要賺錢 但是是不是要 maximize profit 是另外一回事的 但我覺得maximize profit 是不對的 因為你在maximize 這個東西的時候 一定放棄要什麼東西 那問題你放棄要什麼東西 是不是值得你放棄 我只想盡我能力而做 就這樣子 做得好與快 看老天 我反正盡力做 如果我盡了力做 都做不出來 做不好的話 謝了力 我會想盡力做 Edison 他發明了你的時候 他錄的第一句話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童話故事 Mary had a lamb 他講的第一句話是這樣子 Edison 張安平開心地秀著 他近期尋獲的新寶物 為飯店在天聽覺美感 堅持和品味 讓飯店果真猶如他口中的古堡 也像一座博物館 圖書館 永遠有發掘不完的文化寶藏 一手管理上益資產 另一手寫詩寫詞 同時能騎馬 潛水和滑翔翼 允文允武的商場強人 張安平說 他的人生實在太幸運 若說真有遺憾 恐怕是來不及 對早逝的母親說 那個從小調皮的搗蛋小孩 現在已經長大 我就是用心過我的身體 如果我說我還要什麼東西的話 我會沒有說貪得無厭 過去的時候寫的問題 我就說你母親不必擔心 你最小的兒子 不是想要做那個廢物 理性與感性的張安平 在馳程商場30年後 此時用藝術文化 刻畫出一篇以旅行為主題的絕美詩篇 在這他精心打造的殿堂之中 能讀到張安平中西兼容的人文素養 也讀到他與家族之間 蘊含深厚的愛的能量 歡迎您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聽海音說故事 玫瑰花象徵愛情跟熱情 很多人用它來表達情意跟愛意 也可以說是浪漫的代名詞 但是如果說把玫瑰花拿來吃 您覺得浪不浪漫呢 在南投埔裡就有一對情侶 專門種植這種食用的玫瑰 他們堅持有機栽種 而且完全都不使用農藥 就剛開始這玫瑰花 不但全部都被害從吃光光 沒賺到一毛錢 還跟家人冷戰 掀起了一場玫瑰戰爭 還好最後辛苦堅持 終於有了成果 他們種出來的玫瑰花很受歡迎 連世界麵包冠軍師傅吳寶春 參加比賽期間用的 都是他們種的玫瑰 穿梭花蟲摘玫瑰花 它不是採花賊 而是花農張思廣 像這個畫只有在 這個是差不多五分 五分開 這個是三分開 我們會摘差不多在八分開的花 南投埔裡好山好水好空氣 出美女也出美麗的花卉 台灣七唇的玫瑰出身埔里 是全國最大的玫瑰產地 不過張思廣的玫瑰與眾不同 不只用看的還用吃的 像這個外面的話就比較老了 我們就會吃比較裡面比較嫩的 這個吃起來味道會比較脆脆的 我們那時候找了200多種 就是覺得說這一隻的口感是比較香 比較甜比較脆 一般的玫瑰花是比較偏苦偏色 玫瑰花粉嫩椒艷高貴優雅 是公認的畫中之後 傷心悅目香氣華麗 至於吃起來的味道 很多人想都沒想過 剛開始在吃有點像芭樂的味道 有吃芭樂的感覺 但是它放酒的香味有點像栗子 邊摘邊吃一點也不擔心安全問題 因為張思廣種食用玫瑰堅持百分之百有機 完全不用農藥不失化學肥料 這一點溫室裡一堆毛手毛腳的食客 可以作證 剛好現在站起來 這個叫什麼 凝齒貨 漂亮喔 這就是標準的卡通動作 這個叫台灣紅毒蛾 這有毒 這有毒 如果說有的人他皮膚會比較過敏的話 你碰到他的那個毛的話 就會紅腫 這兩個花包就被他吃掉 這個就沒有用了 就會這樣子看 看得到我們就用抓的 看不到 看不到就 就看不到 就送他吃啊 沒辦法 不然的話我們也沒辦法說完全 五年前剛開始種花的時候完全沒經驗 只知道人要吃的花不能灑農藥 沒想到不速之客的賈丹吉耶 讓莊斯廣前三年幾乎血不灰 蝗蟲類的 他們吃的就很恐怖了 整片都被吃光 之前就是有一個早上的就前面這一半不見 就真的是傻眼 不然 本來想說有花可以收 結果全部都吃光 包含葉子的包含汁全部都被吃掉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說那怎麼辦 也沒辦法 只好就先找兇手再說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慢慢認識 才知道說 像我們這樣看這個糞便 蟲的糞便 就知道說他有沒有在這附近 比較新鮮的 他可能就在這邊才吃完了 可能就在附近 我們覺得附近一定要先把它找出來 上班都會這樣子 上班是個太大的 對啊 玫瑰花園變成蠢蠢的逍遙樂園 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 而一度比花還高的雜草 更讓附近的老人們搖頭 我們是用人去拔草 那我們可能甚至就拔了 今天拔這一棟 明天拔第二棟 第三棟 第四棟 拔完到了第五天 第六天的時候 第一棟的草又長起來 那一些我們這邊的叔叔 阿伯他們就會來看 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不行 你就有除草劑 你用除草劑就可以了 那我們其實我們那時候 跟他講說 我們這個是要哪來吃的 不能用那個 他就會跟我們講說 騙笑 我有這麼久了 就都沒辦法 有的人就覺得說 我們這樣很像瘋子 其實一開始發瘋的 不是張思廣 而是同居女友 孩子的媽 郭藝萍 販魯出家回徒鄉埔裡當花農前 兩個六年級生 都在台中的餐廳上班當廚師 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餐廳 是小兩口共同的夢想 想出來開餐廳 我們就想說 用什麼做主題 然後剛好那一年是 那種香草餐廳很盛行 我們又不想跟人家一樣 然後想說 因為我們本身很愛花 很愛玫瑰花 然後想說回來種花 然後當作我們最主要的 主力產品這樣子 那之後就很會算 因為說台灣沒有人種嘛 結果我們有 那我們應該會靠這個賺很多錢 所以一切都是貪念 然後覺得 女生的通病 就是會 那時候真的 我們就很會算說 我們一公斤賣多少錢 這樣然後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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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那我們一年就會有很多很多錢 當年扮小兒信貸當卡奴 張思廣甚至把舅舅的房子拿去抵押 借了七百萬租地改婚式 就為了玫瑰法財夢 結果不只第一年沒賺到錢 因為旁人眼中莫名其妙的堅持 連第二年第三年所有的心血和成本 都快被毛毛蟲給吃光 你連小朋友學費都繳不起耶 你看你一個學期才幾千塊的學費 你都是 只是學期出就應該要繳了 我們都拖到學期末 更慘的是 郭怡平和原本就是玫瑰花農的爸爸 展開了激烈的玫瑰戰爭 然後就很好意地來幫我施化學肥 對 我的個性就 就剛剛講了 就很扭 然後我講話又很衝那一種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你就不要進來我的花園 因為你這樣子 你跟我要做的不一樣 那與其這樣子每天見面吵架 你就不要來我的花園 然後他就生氣 我們就 反正見面到就吵架 不然就是不講話 大概快要兩年的時間 對 他很能稱我也很能稱 家人不諒解 經濟困難 生活快過不下去 最先做夢的郭怡平 一度要放棄 反倒是張思廣認為 既然做了 就要堅持下去 得玩出點名堂才行 小兩口咬揚硬撐 用翻譯軟體 上國外的網站查資料 自己摸索 請教農改廠的專家 嘗試失敗之間 土地經過了三年的休息 到了第四年開始 玫瑰園除了毛毛蟲 還出現了新的神蹟 生態比較平衡以後 就開始有一些異蟲會幫忙 幫忙自助牠們 就像那個螳螂啦 瓢蟲啦 那些蜻蜓啊 那個都會 還有那個蜘蛛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蜘蛛網 玫瑰園也變成了鳥園 它其實都是玫瑰園裡面的蟲 對 就是由我提供的 有我們提供的那個蜂蜂蟲 牠們就會吃了 多像這邊 這邊也有一草 這是鳥蛋 在哪邊 這邊 在這邊 鳥慢慢應該出去 這個也是四顆蛋 他們也算是你的員工嗎 對啊 越多越好 員工變多了 蟲蟲危機解除一半 玫瑰也跟著盛開 每天可以採收六千到一萬朵 賣給外面的香草餐廳做玫瑰花餐 大受歡迎 知名的麵包師傅 吳寶春2008年開始 就使用他們的玫瑰當材料 飄著玫瑰花香的麵包 還贏得了2010年世界麵包冠軍桂冠 當然會非常高興 因為我們 你要想我們是台灣 台灣我們只是種一個玫瑰花 我們雖然不是像法國種的那麼多 那麼的大 但是我們的東西到那邊 還能夠贏過他們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種榮耀 香啊 沒有 油啦 怎麼會沒有 除了賣新鮮花瓣 小兩口還研發製作玫瑰花醬 讓一般人也可以簡單地吃到有機玫瑰 糖都要去讓它總化 比例的話就是 像我們的話就是 一罐醬的量就是 150CC的水 然後100公克的糖 15CC檸檬汁 30公克的那個花瓣 這樣就可以了 一瓶瓶鮮紅 把整個玫瑰圓的 燦爛陽光封罐保存 這是必須半年前 預定的普理芬芳 利用新鮮花瓣 玫瑰花醬 廚師出身的張思廣 和郭一平 信手拈來 就是誘人的玫瑰料理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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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独家料理 常常吸引好朋友上门 也来当食客 吃起来就香香的 很特殊的味道 那个回家可以自己真的尝一下 所以你会常常来吃那一会餐吗 偶尔 夜市 不能常常来 等下下一次一品不让我们来 在花香满意的花园里 摘下新鲜的有机花朵 每朵阵放的是新台币 也是年轻打拼的未来 和对土地的真爱 张思广用双手摘出成绩 让准帐人刮目相看 而郭一平则感谢浪漫的男友 孩子的爹愿意陪他一起嬉笑 这是历经考验的难得幸福 有机纯粹 你要讲一下被破坏的过程 破坏的过程 对啊被破坏的过程 破坏的过程 怎么当初怎么被骗来种田的 怎么当初怎么被骗来种田的 人家是被灌了米糖吧 这样子哦 他已经挑那个有虫的啦 他已经挑那个有虫的啊 很坏啊 那种要淘汰的给你啊 对 没有因为他多剪好的 我就会念他说 那个要拿去买的 那个不能讲 所以他就说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很难做人啊 对啊 你也冷酷 总年度的过程 一朵算一年吧 坚定性面让梦想开花 张思广和郭一平打赢玫瑰战争 为自己也为故乡的土地 让爱的象征自然芬芳 永恒美丽 这房子好丑哦 这是要求婚吗 怎么那么便宜的啊 好 这样子就卖给我啦 谁卖给谁还不知道耶 对啊 好热哦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听海音说故事 您想象过在水面上行走的感觉吗 在屏东有一个神秘的原住民部落 据说人真的可以在水上飘哦 这一片台湾唯一的水上草原 草就长在水面上 那么在上面走起来的感觉呢 真的好像是踩在浪花上面一样 但是这一片美丽的草原 却是排湾族的恶魔之地 想要进去参观 必须要有部落的领袖做法祈祷 才能够进入 而另外在这里还有一整片的哭泣湖 这湖泊的颜色像是上帝的调色盘 台湾一千里一个故事 就为了证实这个美丽的传说 不惜跋山涉水 寻找旅人口中的香格里拉 而这个开满野浆花的白色部落 究竟有多梦幻美丽呢 带你看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很久很久以前在野家 画的故乡白色花海中 隐藏一座神秘部落 据说这个失落的香格里拉 草原长在水面上 湖泊是祖先的眼泪 石头房屋很童话 为了印证这个美的不真实的传说 我们进入屏东牡丹乡 沿着山路蜿蜒而上 似乎是走到最深处 一阵微风也将画的清香 伏笔而来 终于我们找到屏东最后一个 原住民部落东园村 过去这里是排湾族的禁忌之地 现在却是柳人口中的 排湾最后一块净土 就在野江花海的尽头 水上草原隐隐浮现 想进入这块排湾族的恶魔之地 一定要有部落领袖来开路 例如董牧师 做仪式用的草 草原的入口竖起警告标语 这么美的地方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也来寄住在这个地方的牡丹社 这里把它当作非常禁忌的地方 是恶陵的一个集中营的地方 所以部落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开墾这一块地 几副部落至少每一天都要送三个回家去 所以我们的头目 我们的乌伯乌师 就看见了我们部落这样的机场 人口越来越少 所以就做非常大的仪式 就讲这一块整个山 让这么快评演所有的邪陵 恶陵把集中放到这个地方 要经过这个地方都保持 或一定要先做仪式才能进去 阿兹阿们 迪苏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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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仪式才要向上帝恳求 保护我们 领导我们到对岸这个地方 做仪式 就是把这个藻球放在地下 然后这是我们跟他们的关卡 我们用脚踩过去 对 要表示过去 有一个尊敬 这个大自然里面的恶陵 邪陵 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的意识 就在这个地方 曾经没有做一次禁句发言吗 它会 妥忧或是意外的事情 回去的时候或是离开这个地方 有时候生病 明明是草原 感觉却像走在水上 摇摇晃晃 仿佛踏着浪花前进 水面行走的想象原来是真的 这里还没找的时候是有湖 它是慢慢入化 所以草就越来越过在那个上面 形成一个草在水上面 薄薄的这样 然后它的深度一个拐杖插进去 还找不到底 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 你脚要打开 你一直脚这样转下去 比较容易陷下去 水要打开的时候 草才会撑你的水 撑你的重量 水中有草 草中有水 脚步要一致 否则很容易留下纪念品 水中有水 鞋子掉了 走到了 怎么不是 跟我的鞋子不一样 想不到别人的鞋子啊 对 这...走不到了 很多人会鞋子不见啊 对啊 所以很多人鞋子不见 下一次要捞就会捞到别人的鞋子 我的鞋子 找不到了 这个捞到不一样的鞋子 此外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分享 你要带来的东西 要跟他们分享 就比如你要带水 你要先倒一点水 跟他们一起分享才能喝 比一点东西给他们吃 然后我们才能吃 按照老祖先定下的规矩形式 就能平安离开水上草原 就在进入另一处秘境 哭泣湖之前 董牧师告诉我们 他们排湾族原本住在 南太武山的马里巴社 日据时代 日本人为了分散排湾族势力 就把一部分的族人 赶到东园村开垦 那个时候 东园村还是一片原始森林 为了寻找水源灌溉 部落的男人一个一个阵亡 首先把这个地方就用人工挖 用锄头 眼角 挑毒 本机做一个堤防在这里 然后做一个排水系统 来灌溉我们部落 那一块平原种水道的地方 所以我族人在这个地方 挖了将近要十年 部落到最后 没有 剩下没有几个男人 所以日本启用一室 这个哭泣湖的时候 大家在这里拥抱起来 喜气而泣 族人的眼泪凝聚成哭泣湖 唯美静密的湖面 没有悲情 只有上帝的色彩 最前面是深绿石 然后成为淡的绿色 然后到这边又一点点 黄色的叶色 然后到那边你看都是深绿色 这个好像是上帝的调色版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颜色 非常美 小时候亲眼看见父亲 挖掘水温的辛苦 董牧师对哭泣湖 有划不开的感情 于是他在湖边买了地 花了将近七年的时间 用自己的双手 叠起一间又一间的石头屋 这座鹅卵石搭建的独立小屋 是牧师和太太的主卧房 鹅卵石去哪里搬的 基于我们附近的一个西海 去西海搬 对 那搬这些很大的工程 对 都是用人工 把它搬下来的 去捡回来 去把建筑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搬这些石头 不就搬得快挖回吗 没有 慢慢来 就是有空就找到了 就可以搬下来 去捡一捡 反正时间是自己的 四个小孩的房间 则是用珊瑚礁堆砌而成 要等过那个海浪 把冲过来再捡 没有 等于有台风再来冲过来 再捡 所以这个花了要走盖 要等珊瑚礁 对 要等珊瑚礁 因为珊瑚礁就是在海里面 所以一定要被海浪或是台风 把它冲大暗烧 我们才有珊瑚礁可以捡 连设计图都不会画的传教人士 也没有任何建筑背景 石头屋到底怎么盖的 董牧师说过去排湾族盖房子 就是拿石头来盖 虽然他没有实际经验 但是竹屋的本能隐藏在他的基因 没办法的办法 我们本来就是没有那个东西 没有钱 要请塞户或是捡水来着 可能要发不少的钱 能够自己做的 就尽量能够自己做 是这样 所以自己再去改这种方式 现在孩子大了 各自结婚生子 石头屋空着 董牧师觉得可惜 干脆改成民宿 让远道而来的旅人 有个落脚之处 虽然不是什么奢华饭店 但是湖畔的绝景 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此外牧师特调的小米酒咖啡 别的地方绝对喝不到 这是原住民的 盐味小米酒 盐味小米酒 自己设计的咖啡杯 这是供的 是百不舍的图腾 是象征祖先接喜 勇气她生命在这个百万族 这是母的 她旁边有奶奶 就要养溢她的子子神说 百万族 很久很久以前 在野江化的故乡盛开一地纯白 青绿的草原长在水面上 湖泊是祖先的眼泪 为了守护这个传说 董牧师说 他会一直留在枯西湖畔 看顾祖先用泪水开垦的净土 当有旅人来到这片香格里拉 他会说着排万族的故事 说着上帝如何在东元村 调和出天堂的颜色 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希望您喜欢今天 特别为您制作的节目内容 每一个精彩人生 都在台湾1001的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 让海英慢慢说给你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